婚礼前夜,东梅还需要完成一个重要的仪式,开面。 这是中华大地上具有几千年历史的美容方法。 开面至今仍是回族婚宿中最重要的内容。 开面人正在用丝线帮助东梅去净脸部和脖子上的汗毛, 修其并角,最后以温润的鸡蛋敷面,皮肤变得光洁顺滑。 这是东梅少女时代的结束,此刻她已经被一个回族家庭深深接纳, 一个新的生命阶段开始了。 在华夏民族的持续交融里, 风俗的融合无疑是与其他族群共生的基础。 今天,中国回族的婚俗传统清晰地呈现着多种风俗共生的印记。 中国人偏爱红色,因为它独具喜庆祥和的审美意味。 也因此,中国红很早就被回族人所接纳。 农耕时代,没有大花轿的回族新郎们赶驢车迎亲, 这成为宁夏回族婚礼中最鲜明的乡土特征。 今天,李旭迎亲的首推车, 保留了中国人共同的乡土记忆。 回族婚礼,贯穿全城的宴席曲, 是由若干手回族民间小调组成的宏大乐章。 李旭带领迎亲的队伍拉开婚礼的序幕。 在民族文化的相互沟通里, 回族宴席曲吸收了中国西部各民族民间音乐元素, 曲调风格几乎涵盖了西北所有民间音乐的特点。 一个新的家庭建立了, 它延续着中国人共生的传统。 无论在哪里, 回族人都保持大分散小聚居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狂欢》和《狂欢》总是青春的现场。 一年中最繁忙的演出季就要开始。 苏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苏扬与乐队正在排练, 这将是更加忙碌的一年。 从第一段的C段唱完而进他。 这一站,苏扬来到故园, 这里对他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 苏扬是汉族人, 他出生于浙江, 六岁时随父母来到贺兰山下生活。 后来,贺兰山成为了他的故乡。 在苏扬的童年记忆里, 孩子们的游戏都与土地有关。 长大后的苏扬很早就接触到了西方音乐。 上世纪九十年代, 苏扬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摇滚乐队。 当时实际上虽然说是全是我自己写的歌, 但是实际上他的音乐样式和风格, 实际上还是跟很多主流的受欧美摇滚的影响。 到了2002年, 我觉得可能我的这种音乐的这个模式有一种厌倦感。 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一直在做的这样的音乐 离我的个人的表达可能越来越远了。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可能应该需要了解 我们这片土地上它产生出来的音乐。 花儿是一种广泛流行于中国西北民间的民歌形式, 发源于甘肃临下。 回族是花儿的创造者与传播者。 在流传过程中, 受到西北各民族文化的影响, 形成了丰富的流派和艺术风格。 六盘山花儿就是其中最富特色的一支。 故园正是六盘山花儿的故乡。 你会听到它真实的, 你感觉到就是人和土地的关系。 花儿它是一个语言系统, 我们的民间音乐它基本上它的音乐性, 它是基于语言的, 它是很全的, 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自由的, 就是山歌体的那么一个歌唱形式。 口口相传已经, 它实际上是一个大众的一个创作。 北京武科松体育馆, 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经典地标。 苏洋2016年的专场音乐会即将开始。 从六盘山花儿开始, 苏洋大量收集了黄河流域的各类民歌样式。 最终, 它以西北民间音乐花儿为主题, 广泛融入琴腔、曲艺等多种民间音乐元素, 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音乐语法。 它开启了一个古老民歌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共生之路, 也让花儿在城市的流行文化里扎根。 苏洋的音乐总是勾连着纯朴时代里最鲜活的生活现场, 带领人们体验一种陌生但珍贵的价值。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传承, 从这个土地的母体里面要吸收这样的营养, 只有这个土地才能生长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 音乐实际上它本身应该是超级语言的, 作为了一个多民族之间的这么一个纽带, 因为它本身这种歌唱形式, 它一开始不是以一个民族来完成的, 这就融合了这种音乐载体里面可能会有多民族的这种特征都在里面。 赫兰山下,花儿盛开。 这是回荡在赫兰山下最炙热的声音。 人们歌唱劳动与爱情, 歌唱家园的荣耀, 歌唱对于乡土最淳朴的感激。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 来自更远的远方。 他们最终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只因与一座桀骜的山相关。